那些蝦是蝦艇, 他都很支持我们黄尸, 他就说我请你吃蝦, 我这次不能够出来讲话, 因为我在船上一家大小, 所以如果我有什么事我没关系, 但一家大小我就不可以牺牲家人, 他给了十几斤客, 我煮了四次,当然很开心, 原来香港人这么关心香港人, 这都是香港人, 因为今天他可以在越海捉人, 明天他可以在街上随便捉香港人回去, 所以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的自权, 我们是一路一路被他蠶食, 这个铜锣湾书冠他来捉我们没什么出声, 那个萧麦华在中华被人捉又没什么出声, 今天他过街出我们十二个人, 如果我们再不出声, 我们将来会怎样, 将来你的子女会怎样, 他们就在大埔下船, 通常那三百多个人去偷渡, 去台湾都是在大埔西贡布袋澳那裡下船, 然后用快船那些钓鱼船, 就车到东平州岛在那儿等, 然后等到有船, 他们就已经夹定了, 那船就去旅游香港一个地方乐园货, 就一路车货到东西群岛, 台湾的熟岛那裡, 他们在赤柱那条国际航岛, 那只船会停下, 那只货船停下, 停下有个带水艇, 因为你在香港海域一定要有带水艇带水, 那带水艇的人就在大船下来, 有一条楼梯又下来, 在那些楼梯下来时, 那帮偷渡客就泊在那裡, 由那裡上船转运到东沙, 东沙后由国军护送他们去台湾。 但我知我所知, 之前都有成功偷渡去台湾的香港人, 但今次为何, 今次好像出去没多久, 一个小时还是一场四战?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第一, 可能是在东平州那裡, 因为那裡一定有水警, 他看见这些船这样做法, 他一直知道, 他见有船出来, 他就控制大陆水警来捉他们, 是,然后那裡的水警通常每日, 由早上一路天空光一路到十二点, 才不在,因为他们要去吃饭, 但那天八点多就不见了一只水警船, 就因为大陆那些船要闯解出来, 就是海警, 那船是这样的, 他们安装了这十二个人, 这一块船, 去到东平州停地, 抛了牢, 在那等台湾那只货船经过, 然后又上,所以他停在那, 他看到外面有大陆船, 他用不着走, 因为那裡是香港的水域, 他用不着走呢,他不用走, 他在那看,怎知那只船一路沖来时, 他都起不了南,要走都走不了, 如果他不是走回香港的水域入面, 因为他没有,他起不了南,走不了, 而且那只船就说, 他们都想跳海一样游泳走, 那只船的大陆说, 不要动开窗, 起床说要开窗,在咪叫, 吓到他们不是不动, 不动开窗, 任他捉,你看到他举高一只手, 任他捉,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就证明他是越界捉人, 船在香港警, 因为武警什么都没有, 坐在那,你走来捉他, 即是我们现在在公寓, 他们两个聊天,因为合法, 你见到黑警在外面, 你不知道他会来捉你, 他冲来要捉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都不会走, 如果知道我要捉我, 我走,因为海的视线是不同的, 很远很远都能看到大陆船, 他用不走,我在香港海域, 我是香港人,我用不怕, 在这个情形下,你便知道他是越界捉人, 因为第一,今日为止, 公安都没有说他怎样追那班人, 你说是吧, 而且他那只水径很大, 你那麽大一只人怎样追快艇, 通常香港政府追快艇, 都是找一只橡胶船去追小船, 因为他那只没办法, 另外他没得走, 因为他都抛了牢, 怎走,撞过来便被他捉到, 在东平州, 是在东平州, 东平州是香港海域, 说给你听,不管你怎样, 你一定是越界捉人, 若不是,你有什麽办法捉到他, 你这麽大一只人怎样追一世, 最大的证据是, 你不是越界捉人, 他不是好像我那麽说, 他在等人, 那你起码你的大陆船追他多久, 要追,没追到, 他没有这方面的年数, 追多久,有什麽方便捉到, 没有,什麽都没有, 只是拍到他们在大船上, 被他们捉到, 所以这个是假的很紧要,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星期六在Facebook说, 他越界捉人, 因为他怕放了他出来乱说话, 立刻由看守所, 捉他做驱留所, 他在驱留所慢慢等審, 那时擠到淡了, 即使他是越界, 大家都不理这件事, 所以你想想, 检察院怎麽可以星期日会转拘捕令, 通常中国星期五便休息, 星期六是检察院, 不是普通所谓在这做看奸那些, 你转得最好, 即是检察院整个检察院部门 要给检察奖的赢, 签名, 你星期日开工, 是什麽道理, 所以他破贷一个一个出来, 是破贷很重要, 第一, 他的海景城很大, 是追不到, 无这麽速度追不到快艇, 快艇是四架那些环保车五百匹, 飞起来水面那麽飞, 你香港经常找放水警追都追不到, 很快的, 大船无法追到他, 为何这次大船去捉, 其实香港政府已经跟他夹着口供了, 他停了, 你找个人拿水槽都绑到他, 另外还有, 香港政府很衰, 因为他为何会昨天宣布由看守所, 然后转为拘留所刑事起诉他呢, 因为他是无口供, 无证据, 他在香港怎样做撒弹, 什麽证据没有, 因为那些证据是报纸都不可作为呈堂证供, 所以香港政府是给了他们上法庭告的口供, 是有真神佛证, 有相片交给大陆检察院, 你们想想想, 即是你什麽都无怎样告, 最多是告越界偷偷, 偷偷是几个月,你都会放假, 他就是不想放他, 因为放假令他很尴尬, 因为香港政府不出声, 他越界捉人,你夹来给他捉, 是这样的, 这些这麽大件事, 因为翌日开庭, 一定有国际的体制, 他不会让他打的, 要打你, 就等你的嫌弃要坐坐你的嫌弃, 入仓的时候, 那个管教会会叫監仓的头, 即是監仓的头就说, 教训一下他们, 就会打一下他, 让他们不要那麽恶死, 不要那麽有嫌弃, 就是这样的, 但这个问题在这里, 如果他现在已经去了拘留所, 那些家属就应该要去拘留所门口, 门口那裡有个小卖部, 那小卖部你就要说, 因为他拘留就一定通知家属, 他叫什麽名,给了个 number, 他就去小卖部, 入300元入这个户口, 入多少元入户口, 入了之后, 小卖部每日都推着一架车去監房, 第几天, 喂,你家有多少车, 你买什麽, 他们可以买面, 那时候我们通常买公仔面, 买罐头,买富裕, 买那些,不要其他东西, 那麽如果你买罐头, 那些老监犯会教你, 你将罐头倒转, 就在地上几下, 就开到罐头, 他不准罐头刀你, 那麽公仔面是怎样呢, 因为你吃了罐头有罐头在那, 那你买东西的时候, 那些老监犯会教你, 叫小卖部拿多几个胶袋, 拿多些胶袋, 拿到胶袋之后, 三四个胶袋就烧溶了, 胶袋烧到溶了, 就有一坨像胶那样, 用来煮水, 用来冲公仔面, 那怎麽拿到火呢, 这就是渺渺来的, 因为它不准火柴, 你什麽都没有, 就是在睡觉那张床那裡的床板, 就在那些尖上, 它有一张尖给你, 那些尖那裡就拔那些尖, 然后在墙那裡刮那些灰, 就和那些尖毛一起, 然后板在地上不停削, 到那时尖毛就拔了, 你吹吹吹吹就着火了, 那些尖毛是否拔了, 是呀, 监房的规矩, 这个就是他们要学会这个谋生的犯法, 如果有阴隐, 通常是没有阴食的, 就用一些尖毛弄出来吃, 哎呀, 其实真是不费头之怪, 还有这次看它这麽大动作, 由外交部出来说, 他们一定不会判刑, 无得说, 即已经差不多死定了, 他们判刑时, 通常这班人应该是朝关, 如果不是朝关, 或是去其他地方, 当他的家属接到判刑, 又接到何时戒努局一场时, 他家属必须买很多东西, 让他拿进去, 因为第一次入刑是可以任你带东西, 带一些靓电视机, 表演出你很有钱, 入到刑是要排着队, 有很多队, 那些管家就看谁游泳好, 入来我的队, 我是养鱼、养猪、中菜, 你要选就不要选择摘茶叶, 那些你不要选择摘鱼、养猪、中菜, 因为这些一队你不用你种, 那你就要给它种或者养鱼, 最好是养鱼, 养鱼怎样好呢, 那些池塘鱼你拿来吃, 送去跟人换猪肉换菜, 给管教吃,自己人吃, 因为怎样, 到年底你怎交货, 大家不用怕, 到年底管教会带你出去市场, 买些鱼填回去, 还有得出来逛街, 第二个办法, 因为你很有钱, 因为他看到你是有办法, 那医生就会跟你聊天, 你想不想出外保救医, 你说想, 他就说我和你舍你有肝炎, 最好舍, 个个都是为肝炎保外救医, 你说脚趾痛, 不能保外救医,不传染, 肝炎你会传染, 通常给你保外救医, 保外救医的时候, 就会跟你讲数, 多少钱一年, 通常广东很贵, 听说是五万元一年, 如果你是北方, 好像去到东北阿应那些, 两万三万都给你一世保外救医, 保外救医之后, 他都不让你回香港, 你要怎走回来呢? 这个我不够了, 因为他已经拿了香港政府, 给了那些罪证给他, 否则你检察院怎告? 报纸那些说他扔下, 做手榴弹是无证据, 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香港政府在法庭那些, 是个true copy给他, 哎呀, 大陆哪有什么, 他说你犯就犯, 没什么犯不犯, 他说你勾结外国制力, 破坏香港反民稳定, 香港人因为基因法发明,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你在中国搞这些, 就是破坏中国的稳定发明, 所以他说啥就啥, 他喜欢说啥就立即将法律改一改, 那个蝦艇大概在白色堡垒做事, 不同甚麽, 是的, 这个类似个犯, 是的, 那你呢, 在这儿, 那一家艇看海平, 你一定看到所有事, 快发生些事, 我想知道他们偷渡收船, 船工有没有被拉, 拉完, 船都拉完, 船都拉完, 一起偷走, 所以跟你说有被黑, 那些是无基静人, 但是他不可以出来坐阵, 他不可以, 因为他一家大小在海, 分分钟都无命, 我无命一个人有何所谓, 现在的情况, 因为根据中国的刑法, 因为怕你攻守同盟, 所以不会让你见律师, 不会让你见家属, 你唯一在门口小卖布, 入些钱给他, 让他好瘦些, 因为你入了钱给他, 因为他就有人帮他摔骨, 潑线, 赶蚊, 最好的位置给他睡, 因为不是你睡在厕所哪个位置, 擦牙洗澡都给你先, 不是无水, 一个小时就无了, 所以我想知道香港政府和我们民间, 可以做到甚麽帮他们, 外民间, 我们一美就说我说, 越界足人, 香港政府在基本法104, 宣誓受职, 香港所有政府或警务署长, 他受职时必须按誓言来受职, 誓言说我要保护香港人生命和财产, 现在香港地方你没有保护我们, 你是违反誓言, 违反誓言即是发假誓, 他有罪, 要受刑事责任, 104, 基本法104, 他无忠守他就职的誓言, 第二有机会告他们, 如果在信仰方面, 有甚麽告诚拜博, 自图歌曲, 信仰方面各有各, 因为这个很难说, 我认为天上一定有个神, 为何天上有个神, 如果天上无个神, 地球宇宙运行一定会碰到, 你知不知会碰的, 所以天上有个神, 按你的心裡面所讲, 你求他帮你, 可能这个神就是你的神, 因为叫名不同, 即是法国人叫米, 我们叫米, 他叫米, 但神是明白你在求他做事, 帮你, 所以我们不会这个生命都有守护神, 相信有神存在和做好人, 因为有心向善, 所以神知会帮到你, 是, 但我今天说得, ok, 看地图, 我先知地图, 不不不不, 因为习惯了, 整天访问都不会有螺丝, 不会有螺丝, 不不不不, 这处, 放大它, 这个就是东, 这个就是南, 北平州, 北平州, 这个不是, 这个叫什么, 就是果州群岛, 果州在哪里,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被他捉到那里, 那里, 指给我们看果州, 对, 就是这里, 指指我们香港海汇, 这里, 整个都是香港海汇, 那大陆海汇, 它很远才过来, 如果那里, 它在这里, 它一直在开, 这班人当然不理它, 因为你如果它在那里, 你如果在这里走, 即是有事, 当然不理它, 因为这里是香港地方, 水景很美, 很大, 叫海景, 这个地图给你, 你可以整天研究一下,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接下来, 我会尽力荣誉会员, 是并非你 我的皇帝是 sex, 。